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声称他们声援中国同行认为新冠病毒很可能来自自然 极不可能来自实验室 他们强烈谴责围绕已经影响世界各个角落的新冠肺炎疫情起源的阴谋论 这份看起来相当具有权威性的科学家的信成为新冠病毒溯源工作中的主流观点 事实上有效地阻止了关于新冠病毒起源的所有辩论 从那个时候开始 任何有关新冠病毒来自实验室的说法都成为了阴谋论 也成为人们政治斗争的工具 似乎谁说新冠病毒可能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出来的 那他就是支持川普的川粉 就是没有理智 没有头脑 不讲科学的极端的保守派 反之呢 如果谁说新冠病毒是来自自然 就是支持民主党和拜登 就是自由派 达斯扎克还作为美国的代表参加了世界卫生组织赴中国调查病毒来源的调查团 调查团也声称新冠病毒来自实验室的说法基本上站不住脚 在美国在这个评价和评判一件事或者一个人的时候 避免评判人在这个事中间有利益 就是要避免利益冲突要回避 这是非常普通的事 但是经过调查发现 美国生态健康联盟主席达斯扎克 并没有如实像柳叶刀杂志和这个世卫组织 披露他和武汉病毒研究所存在的大量的学术业务和财务往来 对于他评判新冠病毒来源是存在重大利益冲突的 那么现在英国美日电信报的调查更进一步的揭露 签署柳叶刀那封信的27位科学家 有26位与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 或者这个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他们的同事或者提供支持的人或者机构有关系 远远不止达斯扎克一个人 而他们所有的人都在这个问题上撒了谎 声称他们没有这些关系 都表示没有利益冲突 以显示他们表达观点 发表那封信的客观公正性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些蒙骗世界的都是些什么人 达斯扎克 我们知道了纽约生态健康联盟的主席 动物学家柳叶刀这封信的协调人 他的这个生态健康联盟拿着美国政府的钱 再去资助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 发现了他存在利益冲突之后呢 柳叶刀杂志被迫的发表了一个附录 承认达斯扎克与生态联盟 生态健康联盟这个关系 同时呢把这个达斯扎克呢 给赶出了疫情起源调查委员会 达斯扎克他们呢在这个柳叶刀上发表的这封信 对这个新冠病毒起源的早期辩论呢 产生了关键的作用 他和这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密切关系曝光以后 这封信的可信度就受到了严重的质疑 但是可以这样说 他和这封信已经造成了重大的伤害 那么达斯扎克为什么要组织人写这么一封 这么一封这个生源中国的信呢 根据美国信息自由法获得的一份 这个达斯扎克的电子邮件 据说的达斯扎克今年2月8号就透露 说是来自中国的我们的合作者 请求他表示一些生源 他才组织写这封信的 是中国在幕后操纵的 同时呢 每日电信报报道说 还有五位这封信的签署人呢 也为武汉病毒研究所工作过 但是他们都没有透露这层关系 那这里边呢就包括传染病专家威廉卡雷什博士 和受医科学专家休姆菲尔德教授 还有呢 英国的杰里米法拉爵士 这个法拉爵士呢 是热带医学专家 英国政府紧急情况科学咨询小组的成员 而且他是英国最大的慈善机构之一 惠康基金会的成员 那个调查还发现啊 除了杰里米法拉爵士 还有两位签署人来自英国的惠康基金会 这个基金会呢 资助过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 而杰里米法拉爵士呢 曾经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 一起发表过学术文章 他把高福呢 称为是老朋友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那个主任高福博士呢 曾经就读于英国的牛津大学 并且呢 担任过慧康基金会的研究助理 据美日电讯报报道呢 达斯扎克表示高福支持 他被提名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而高福和武汉病毒研究所首席病毒学家石正丽 有联系 根据报道 石正丽呢 对蝙蝠颇有研究 被称为蝙蝠女侠 石正丽这个团队呢 在2013年发现了一种病毒 这是之前发现的 最接近萨斯冠状二号病毒 这种病毒呢 就跟这个新冠肺炎的病毒十分相像 这个法拉博士呢 今年6月曾经对新冠病毒实验室谢露说呢 发表个看法 他说呀 说这个萨斯冠状二号病毒的起源 尚不确定 起源呢 可能永远不会完全确定 但大自然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我认为最可能的情况是病毒从动物传播到人类 然后呢 在人类中进化 他说 迄今为止最好的科学证据表明了这一点 他最有可能在2019年的某个时候 跨越物种障碍 感染并适应了人类 但还有其他的可能性 不能完全排除 保持开放的心态非常重要 但是他强调 说未经证实的谣言 或者经常出于政治目的而煽动的阴谋论 是没有立足之地的 另外两名和惠康基金会有关系的签署人 目前有关系 过去有关系 是惠康基金会的流行病事务负责人 乔西·戈尔丁博士还有迈克特纳教授 这个迈克特纳教授呢 是格拉斯哥大学的寄生重学专家 曾经在这个惠康基金会工作过 美国俄亥俄州州立大学微生物学家 林达赛伊夫教授呢 也是那封信的这个签署人 他在这个2017年5月和高福一起在武汉的一个研讨会上 发表过讲话 那次研讨会的组织者之一呢 就是武汉病毒研究所 那么中国实验室的安全水平 是那次研究会讨论的主题之一 而这个林达赛伊夫教授的这个讲演呢 涵盖了动物冠状病毒 柳月道上面那封信的另外两名签署人呢 是全球病毒组项目领导团队的成员 这个组织的目标呢 是检测和识别95%或者以上的潜在的人畜共患病毒威胁 那么这个达斯扎克呢 是这个项目的财务主管 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 帮助启动了这个项目 生态健康联盟呢 是这个项目的合作伙伴之一 全球病毒组项目呢 接替了一个叫做预测的项目 这个项目呢 在动物和人类中已经发现了一千多种独特的病毒 而且呢 根据每日电讯报报道 还发现预测项目部分资助了武汉研究人员进行的 有争议的蝙蝠冠状病毒研究 那么这项研究呢 对病毒呢 进行变异 以观察它是否能够可以感染人类 达斯扎克的生态健康联盟 利用美国政府的资金资助了这项研究 在澳大利亚帕斯的这个科厅大学的热带传染病专家 约翰迈肯奇教授呢 也是这封信的签署人 那么调查发现 他并没有透露 自己仍然被列为武汉病毒研究所 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科学咨询委员会的委员 那么签署人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病毒学专家 坎塔萨巴绕教授 2016年在武汉病毒研究所 参与组织的武汉新发疾病会议上发表过讲话 那么萨巴绕教授还是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 新发呼吸道病毒科的负责人 下面这个人很关键 调查发现这封信的五名签署人都曾经和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吉林斯全球公共卫生学院研究员兼实验室负责人 拉尔夫巴里克教授一起发表过文章 虽然巴里克教授的名字在签署人名单中被删除了的 但是他现在正在与石正丽和武汉病毒研究所合作 研究基因操纵的冠状病毒 看看他是否可以感染人类 达斯扎克最初请求巴里克教授也签署那封信 但是最近发现这两个人在柳叶刀那封信发表之前 互相通的电子邮件现在曝光了 显示这两个人决定掩盖他们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联系 以免被人看起来像是好像自我辩护一样 达斯扎克在电邮中他就告诉巴里克教授说 他会不会将他这个他指的是武汉病毒研究所 就是不会将这个病毒研究所与我们的合作联系起来 以便呢我们最大限度的发表独立声音 用这种方式来发表这封信 你看看这不就是要骗人吗 明明是关系密切 却要装出毫无关系 独立客观公正啊 坏呀 在这封信发表之后 许多签署这封信的人呢已经改变了立场 有些人呢呼吁对新冠肺炎病毒起源的进行全面的调查 那么这些人呢包括纽约医砍医学院 微生物学专家彼得帕莱斯教授 他在这个六月份呢接受每日邮报采访时呢 他说我认为需要对新冠肺炎病毒的起源进行彻底调查 他说自从我签署柳月刀的那封信以来呢 很多令人不安的信息已经浮出了水面 所以呢我想看到涵盖所有问题的答案 美国爱荷华大学微生物学专家斯塔利帕尔曼教授呢 也是这封信的签署人 他对英国的每日电讯报说呢 说很难消除可能的实验室泄露 因此呢仍然需要考虑这一点 签署人伯纳德·罗兹曼教授呢 是芝加哥大学 美国芝加哥大学微生物学的这个专家 他在五月份呢 对美国的华尔街日报记者说 说自从签署了这封信以来呢 他已经确信 这种致命的病毒 是由一个毛手毛脚的中国科学家泄露的 美日电讯报的这个报道说 坚持实验室泄露说的研究人员呢 得知了这个调查结果以后呢 表示这就是严重的掩盖真相的行为 罗克斯大学的这个分子生物学家 理查德·埃布赖特教授呢 告诉美日电信报说 在柳叶刀杂志 今年六月发表对那封信的补充 披露了达斯扎克和武汉病毒研究所 有关系之后呢 那么这个柳叶刀呢 也请求这27名这个签署人 都说明他们是否存在利益冲突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似乎只有达斯扎克这样做了 当然了 达斯扎克当时已经暴露 他是被迫的 这封信的其他26名签署人中 没有一个人报告 说他有利益冲突 就连那些明显的存在重大的 没有公开的利益冲突的人呢 都不说 比方说生态健康联盟的员工 和这个跟这个预测项目有合同的人 都不报告 27个签署人 只有一个签署人 波士顿大学微生物学家 罗纳德·科利博士 与这个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资助者 或者机构或者研究人员 没有任何联系 但是另外26个人 都没有诚实的说明 自己存在利益冲突 这说明什么呢 这告诉我们 千万不要以为科学家 就是实事求是 就是诚实的人 利益面前每个人都可能为五斗米遮腰 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看得很清楚 我是李肃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